在巴黎的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之后 法国政府宣布暂停提高燃油税 以色列炸毁加沙地大不捕一条地道 据说被巴勒斯坦哈马斯用作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 到国会员营大厅向老布殊为看至最后的敬意 印度布兰德斯哈克尔警方拘捕四人 他们涉嫌袭击警察 墨西哥小型飞机坠毁 导致四人死亡三人入院治疗